最後每一個歷程 我一想說還是講兩句話感謝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再度感謝 謝謝 非常感謝各位 尤其我們的大家長王縣長 還有文化局長 還有陳官處的田處長 他們為這個大國的整修 可以說是全力的支持配合 我記得民國四十三年 我當時還是中山國小剛好畢業的小學生 當時地方人士就是說 希望在八卦山整個風景區 來做一個規劃建設 所以到民國四十五年 就成立財團法人 八卦山這個風景協建會 當時成立的最主要的 就是希望在整個八卦山內的這樣的一個 彰化的這樣的一個山頭 能夠建蓋一個最大的大福 當時的神主席是謝東銘先生 我們第一輪的民選的縣長 陳錫心縣長 他們就號召 所謂地方的人士 所謂地方的資源 就大家集資共同的來建造這座大福 到民國五十年 把這個大福建蓋完成 其實以現在的工法來講 建造這麼一座大福 不需要五年的時間 但是因為我們彰化 民國四十八年 八月七號 有一個非常大的水災 叫八七水災 所以建蓋大福本身 又有涉及到彰化本身的 一個水災的大災難 所以就停下來 民國四十九年 就開始復工把它蓋好 蓋好以後 這個歷經很多的 所謂的風吹雨打日曬 當然在一個戶外的建築物 它所受到的這樣的一個衝擊 會比其他的建築物來得厲害 所以在民國九十一年的時候 我民國八十八年 受到地方邀請 來這邊擔任董事長 所以當時我都特別跟縣政府 來研究這座大福 如何來維護它 依照我們的文化資產保存法 如何能夠進一步來為彰化 這個地標來做永續的經營 所以在民國九十一年 就登陸為歷史建築物 所以那天開始 我們這一座大福 雖然我們的時間不是非常長 但是已經被登陸為歷史的建築物 所以我們縣政府 我們中央的當時叫文建會 現在文化部呢 非常的關切這座大福 到民國九十三年呢 當時的縣長是翁金珠縣長 他就跟我商量如何呢 把這個我們過去的八卦三大福的風華呢 如果再重現 所以經過呢 我們大家的研究以後呢 就跟文建會 跟交通部 爭取來一筆呢 一千兩百多萬的這樣的經費呢 第一次 從民國四十五年五十年 建在完成以後呢 到民國九十三年呢 第一次呢 作為整個整修 當然啦 當時呢 我們大福呢 重新在所謂大福亮起來 所有的設備呢 照明設備 你可以講說 為台灣呢 展現出我們彰化線的光亮的一面 這個是我們整個歷史 到了前幾年呢 啊 我特別要感謝文化局局長 王局長呢 還有當時的田局長呢 特別為了這座 大福呢 來勘察幾次 再研究再研究 因為他這個兒戲的結構呢 他整個呢 可以講說 風化啦 精力啦 非常的困難去保存它 所以呢 當時尤其田局長呢 特別跟我商量 當時我就跟他提到兩個 一個說 你如果要部分的維修 黃肉水呢 恐怕呢 這個壽命 各方面不是很大 那田局長馬上講說 什麼 整個全部 我們來做一個調研工作 我非常高興 我說這個田局長這個魄力啊 非常的大 所以當時決定啦 整個來做調研工作 調研工作之後 就委託呢 我們台南的 王文凱建築書呢 來做整個調研工作 那這部分呢 我要感謝文化局呢 我們縣裡面的文資審議委員會呢 經過了二十幾次 的這種研花或者是研調呢 調研的報告呢 二十幾次 一個字一個字 整個後來才送到文化部 爭取了三千一百萬的預算 剛剛我們教大家講 王縣長特別提到呢 花包的問題呢 經過了九次流標 非常辛苦 為什麼 因為這個 整個它是一個藝術方面的 一個建築物 所以你要維護上呢 比普通的呢還困難 所以如果沒有在文物古蹟呢 有這樣的一個工程的經驗呢 非常的困難 所以終於呢 在去年底呢 就花包成功了 所以我站在八卦山風景協會 董事會 或是大福市管理委員會 我非常感謝 感恩耶 張華縣政府 為我們這座大福 所做的努力 與支持 當然啦 一個歷史建築物 一個文物古蹟呢 當然在 維護管理單位 要負絕對的責任 但是也要所有的全民 包括政府呢 大家共同來維護 才有辦法呢 讓我們的歷史建築物 文物古蹟也好 永續方面的經營下去 我非常的感恩耶 尤其呢 我們在座的 每位的長官 以及民意代表 以及各位貴賓呢 對張華八卦山大福的關切 很多的台灣的朋友 不管是老 他老少還是老 不跟我們講 他們留下非常美好的經驗